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节目中华料理,我是Nimo 今天教你们吃一道炒饭啊,具体什么炒饭,看看我的冰箱 隔夜饭 首先呢要有一碗隔夜饭,然后 很多人关心这个三杯信号宫里的青椒去哪儿啊,在这儿呢 单纯的就是因为它没有红的黄的好看 然后鸡蛋 我的炒饭里必须要有鸟蛋 好,看看底下有啥 还有之前吃剩的这个腊肠 所以今天这个炒饭呢就是随便的十斤炒饭 今天这个食材除了米饭,真的就是在冰箱里随便抓的 所以说想吃一顿好饭真的不难 腊肠切小粒 青椒粒 根据主料的形状配菜,四配丝快配快 你的菜色最起码能拉升三层楼的高度 葱花也要来一点 鸭蛋切碎一定要切的碎一点 一颗鸡蛋打散 今天呢我要做酱油底味的炒饭 所以用的调料会很少 油热,咱们先把这个腊肠炒一下 小火炒到腊肠开始吐油 转中大火下入米饭快速垂松搅散 直到米饭粒粒分开就可以了 淋入搅散的鸡蛋快速拌匀 让每颗米粒饭都裹满蛋液 直播部分与我深测几十遍的黄金炒饭的黄金比例 火不要太大,手上的动作也不要停 这一步咱们要炒掉鸡蛋上的湿滑感 炒到米饭分明,开始调味 下入鸭蛋碎 适量的生抽 快速翻匀 要注意啊,鸭蛋,腊肠和生抽都很咸 所以不用放盐 当然啊,你眼口中也当我没说 下入青椒粒,葱花,大火翻匀三十秒 就是这么简单,关火出锅 这么一大碗里有腊肠又有鸭蛋 真是香的不行 我先来尝尝啊 嗯 嗯 刚才这口里呢,有鸭蛋的醇香 还有一些青椒的这个清新 而且还有这个腊肠 微微的辣,特别的爽 这勺上全是腊肠 而且我这个腊肠特别好 四川的腊肠,微微辣 嗯 常见的酱油炒饭啊,其实有两种 就是生抽和老抽了 老抽呢,酱香味会比较浓郁 但是炒久了会比较苦 所以我还是建议用生抽来炒 另外啊,如果你想吃那种黄金蛋炒饭的话 用一颗鸡蛋黄配三百克的米饭 拌匀之后再炒,就是黄金蛋炒饭 而且是金黄金黄的那种 哇,这碗饭真的是太精彩了 好啦,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投币三连 我是Nemo,拜拜